9月20日星期二 大家好,又到了9月20日星期二 早上時間 今天有一點不同 今天一起就下雨 其實昨晚也開始下雨 下雨在這個環境下 陰陰地 combined 美股仍然乎得凹凹的 雖然亞洲和歐洲那邊 其實都算不錯 算上高下差一點 但整體來說氣氛依然是靜靜的 可能依然要等美國的意識情況如何 大家都有一個期待 所以昨天雖然港股上升 A股亦上升,但氣氛亦是靜點 A股方面是如何呢 A股方面上升了 0.77% 0.77%收在3026點,成交額是1331億 深乘指數方面,報收在10557點上升了0.99% 成交額是2124億 創業板方面升了0.96% 收在2165點,成交額是571億 似乎連國內的股市都稍微剩下了 雖然A股仍在高位,在三線樓上站著 但有爆炸力就好像欠缽了 早前未穿到所謂牛熊分界升20% 另外有件事想跟大家解釋 有些察覺到亞洲市的走勢 似乎又和歐美有些差異出現 包括黑色星期五 全世界的股市是新高24000 那天是做今年最高位 接着就下跌 昨天亚洲区是升的 但昨天是星期一 因为星期五 iPhone7好买 台湾便升 香港昨天也涨 雖然升不到1% 但接近0.9% 如果这样计算 似乎以往我们不会这样看 通常要跟着美国 亚洲走勢的想法 亚洲走勢的想法 亚洲走勢是早早的问题 亚洲走勢是亚洲走勢 但今次分野似乎有实质东西 亦有实质东西 亚洲走勢是 亚洲走勢是 之前有些说法 国内说是有资金外流的情况 但根据昨天有些报道 说出数据 似乎实际上不是外流 反而在内地 国内流动反而多了 甚至昨天的highball 也很夸张 highball升到23.683% 港隔夜人民币 亦有报道 可能是因为中央出手干预 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执书闲头惨过败家 现在看到这状况下 所有人都不想写生 虽然大家仍然有个感觉 国内很多水平都相对较低 但大家也要明白到 国内说了一句万共创新 大家一起发展 国内现时的创业门槛相对较低 我不是说大生意 要开一间银行 要开一间珠宝店 但现在网上创业 或其他方面的一些独特想法 都可能可以透过网络推出 所以你会发现国内资金没有出路 都会导致增 你发觉无端端 例如刚才所说的问题 为何无端端在香港会上 因为大陆有钱进来 大家也要知道 国内有SDR始终要开放 等于NBF买汇丰特主国际 国内有什么叫开放 即是钱得到香港便是开放 理论上是这样的意思 这是很庞大的资金 而最主要是保险的资金 保险的资金 希望相对比较国际化 或是透明度高的投资产品 始终数据认为有很多钱留在国内 甚至数据说到楼价 一二线城市的楼价 继续有暴障 亦是六年来最劲的一次声势 资金如何流走 是否真的流出国 但为何国内的楼价或股市 很稳定 大家大致会看到一些 其实国内房地产一锁的资金 是会比较庞大 而且是多 而且时间会长 所以会看到国内 当然一来不想房价升太多 所以会打压 另外也是说 既然现在在做改革 或者改善产能过剩的问题 没有再将太多资金 完全被楼价在房地产炒 这是对于国内不想发生的事 从而会影响银行内的资金流 虽然大家知道 现在国内的银行有相对优势 是因为有防护膜 亦可以说自己有利率还有 所以还可以用正常方法输到这些情况 虽然国内有很多计划 例如G20或一带一路 但始终这麽庞大的计划 很难说几个月看到什么成效 甚至看到去富全与去产能 现在已经九月 但始终不算是最理想状态 因为这麽大国家 不是要你做的 20年前还可以 现在真的没有可能性 近日美国和中国谈计 战略伙伴关系里面的投资领域开放给美国 似乎两边一路都谈不通 最主要原因是国内仍然会相当小心 上次我们也提过这个问题 国内突然小心了 这几个月 尤其是对金融开放 因为他已经走过多久 应该检讨一下 或是不停改变制度 希望将成效成果改变 而且他真的会很就着 有什麽不妥叫停 没有一个国家要挖起是没有风险 哪有可能 所以不是咒他的问题 或者对他没有信心的问题 但起码我们看到的是 国内仍然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发展 始终比我们更多 稳步的发展是好些 始终是这样的想法 或者大家会舒服些 我们自己也想做生意 看看欧洲方面 欧洲方面昨天是升的 虽然是美国那边跌了 昨天德格德格指数升了97点 补收10373点 巴黎德格指数升了61点 收4394点 英国富士指数升了103点 收6813点 欧洲昨天最均动 比较多人说的是麦克尔的席位 似乎他开始失败了 十年大运过了 不知 开始失败了很多席位 麦克尔妈妈 虽然未去到整个执政联盟 但主要区分尤其是柏林 失调比较多 大家要留意 今次最大的问题是 不是因为有好政綱 可以抢赢麦克尔 而是因为不喜欢麦克尔 所以出现 大家要知道 德国有很大问题 为何呢 近日讲国际问题 见到任何欧洲的东西 有何不关德国的事 很明显已经做了龙头 究竟你是欧盟的大佬 还是德国的大佬 虽然我们觉得政治危机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 过去十年 德国的确是 你试一下 你是德国人 你仍然觉得自己 吃亏很多东西 你不肯还钱 我又要救你 到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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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所以默克尔的问题最大问题应该在难民身上 对难民的政策受到很多方面的反对 所以导致失票情况 如果看现况难民应有点常识 为何会有那么多冲突 文化差异根本无办法存在 可能是你们误会了某些东西 可能是这样 但是大家也知道 德国对于种族关系是比较敏感的 就算现在也是 很简单 有时候你想做某些人类学研究 有机会逮捕到他们的所谓日耳曼民族 他们尽量不肯做 所以今次这件事挺特别 你搞到会否变成有少少纳税成份上来 这就大问题 德国本身或整个欧洲始终有问题 他们的执政无法长久 马克尔算是最久的 现在整个欧洲 意大利也换了三四次 法国也换了两三次 英国也换了三次 只是说金融海啸之后 德国没有换过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件事 他继续如何走下去 似乎有个看法 德交所 旗下有个叫国际市场新闻社 他引用一些高官的说法 就是欧洲央行 今年可能没有什么做到 只不动着 看情况如何 所以才再决定 未来要如何做 所以 对立民政策又是这样 对经济又是这样 特别是德国方面 我都不知怎样做 怎样可以挽救这个颓势 正正是这样 国民想有改变 可能就是这样 大家一定要留意 如果德国的执政园有问题 对整个欧洲影响很大 可能是最主动开放地上国 希望整个欧洲会继续向整个欧盟地域扩大 或是军事或战略上 可以大欧一统化进程去做 但如果连欧德国都失 整个大欧盟就麻烦了 很有机会瓦解 不如说明美国那边 美国那边也是静点 可能在等待议食结果 同期指数跌了3点左右 跌幅是0.02% 收在18,120点 标准普通指数跌了0.04% 报收在2,139点 另外纳斯大资指数跌了0.18% 跌了10.5% 报收5,235点 虽然跌幅是很轻微 但跌幅也很轻微 亦提到苹果的销情 似乎好一点 所以股价方面可能会好一点 令股市还好一点 但轮到石油股方面 价格似乎收集回 升幅价格似乎收集回 所以以色结果价格似乎收集回 9月份的NAHB房价指数 创了2015年10月最高值 总是在议息前总共有好的数据 还有一件事 纽约的恐怖袭击击 似乎几连环 虽然让起事件不算很大 始终是一个恐怖袭击 应该受到关注 因为时间差不多 不如先谈到这里 下一个环节再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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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